那现在我们要谈很多 最近有考试 开始考试的 孩子的报名考试 很紧张 妈妈紧张 孩子紧张 老师紧张 那怎样才能考得好 其实考试呢 要考得好是很多方面的 配合 第一个 孩子要提前准备 一般上考试是一年前准备 提前准备考歌 第二 你要了解这首歌的 含义 情感 每一段落怎样弹 才能把那个含义 情感用内心弹出来 这个很重要 第三 练习 要固定每一天要用多少时间练习 OK 第四 父母家里 提供他的乐器 是适合他用的 适合啊 我不是说最好 是适合他用的 你不要去买一个最差的 钢琴 因为最差的钢琴 孩子弹起来 为什么会很强大的答案 第一 听力 可能他不是发发 第二 弹的时候很难控制 因为情节很难控制 第三 要么情节很轻 要么就很重 要么就很难 会弹不快 有些歌要快弹 当歌曲已经要弹到 那边的时候 他的情节弹得上来 就慢了 就反应慢的情节 这是二手型的一些考人的问题 第三 就是说 当你考试的时候 他因为考试是有 有节奏 节奏是有 有算的 就是说 你不能 谈得 随心随意 他必须是 根据那个节奏在谈 所以不一样 OK 当然我们叫公益上其事 公益上其事 必先立其器 所以一般上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说 整个家里的氛围 家里的氛围 就是说 孩子要考试的过程中 第二个老师叫人休息 父母陪他 一个就是说鼓励他谈 叫他谈点情 第二就是说 如果在整年准备的过程中 有的表演 鼓励他去表演 为什么 很重要吗 表演可以提升 提高孩子的自信力 信心 OK 信心 因为他能够在众人面前表演 他去考试 去面对一个考完 那就不是问题了 然后第二 比赛 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 他去享受 不要用赢的 心态 去享受 整个过程 因为比赛是需要 情感投入 当他在这里训练到 情感投入的时候 他再来谈 考歌 他的情感投入 就比较快的 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培养 然后 父母陪他 陪他谈 陪他谈的话 就是让孩子 回去的时候 鼓励孩子 不要说 你考试了 你一定要谈 不是 鼓励他 你今天弹的这首歌 能不能弹给我听一下 或者我们 你可以哼一哼 所以不同的 鼓励孩子 有那种 家庭的氛围 因为 好的音乐 可以带动孩子 好的心情 更能带动 家里的融洽性 所以不一样 然后 你要有目的的 去让他练习 目的 所谓有目的 让他练习 就是说 当你在 家里 家里要练琴的时候 请不要 请不要 看电视 玩手机 让他去练习 练习 然后 陪他 然后跟他讲 这一段 这一段 然后用多长时间来谈 谈熟他 不熟谈到熟 谈熟他 因为 练习 是需要时间的 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相对的 长的时间练习 就长的 就得到好的效果 这是一种 成正比 OK 是成正比 所以 考试要谈得好 就是 几个条件 再讲一次 这一个 好的钢琴 不一定要最贵 适合的 好的 老师 讲解 这首歌 每一个段落的情感 跟内容 跟他的 历史源源 孩子要了解 第三 如何表达 每一段落的情感 是不一样的 用手表达 用心去谈 第四 记住 你每一首歌 是一个怎么样的 把自己融入歌的故事里 就比较容易弹出感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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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